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刷经验的业绩 增加了诸如张八百满树石闻睡觉等美名 孙权的军事能力究竟怎样 到底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呢 还是糟糕到目不忍事 让我们帮大帝好好想想 回顾孙权称帝前 那些决定无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之战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绝大多数都不是孙权亲自指挥的 平定江东之战 小霸王孙策领衔 赤壁之战 世人皆知 乃周郎之功 白衣渡江 习取荆州 戏吕子明所谋 夷陵之战 火烧连营 陆逊陆薄言的杰作 反观曹操 刘备 每当遇到相同等级的战役 他们往往亲临前线 运筹帷幄 即使年进花甲 也不辞劳苦 为江山霸业奔赴火线 相比之下 孙权已经算幸福了 从外事不觉问周瑜 到外事不觉问陆逊 总是有人替他负重前行 在即将接班时 孙策曾语重心长地对孙权说 举江东之众 绝机于两臣之间 清不如我 举贤任能 各尽其心 以保江东 我不如清 简而言之 就是论打仗 你比不过我 论发觉 使用人才 给下属洗脑 画大饼 笼络人心 我比不上你 孙策怎么就知道弟弟打仗没他厉害呢 因为孙权还没接班时 就已经开始了军旅生涯 他的表现 大哥是看在眼里的 有一次 孙策带领大伙讨伐六县山贼 孙权被安排在宣城驻守 所管辖的士兵不满一千 他明知兵力较少 心里却疏忽大意 不去整修防御攻势 没想到 几千名山贼就向他冲过来了 孙权刚刚上马 敌人已经杀到跟前 刀甚至已经砍在了马鞍上 大家都吓傻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唯有周泰拼死抵抗 护卫孙权身体受伤十二处 直接昏迷不醒 过了半晌才睁开眼睛 是日无态 拳击微淡 如果没有周泰的抗争 孙权早已丧命 刚刚出来混社会 咋场呢 孙权就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被山贼们好好伤了一颗 后来孙策又派孙权 攻打陈登驻守的匡骑城 所带兵力十倍于敌 占据绝对优势 按理说不应有失 可惜结果又让孙策失望了 陈登料定 吴军必然大意 以为他会固守待援 甚至弃城逃跑 反正不会出城迎战 以卵击石 于是主动示弱 随后出其不意 发起进攻 杀敌上万 孙权非常羞愧 十倍余敌都输了 想要报仇 没想到 看见漫山遍野都是火把 数量众多 吴军以为是对方的援军来了 吓得联盟逃跑 陈登又率兵追击 斩杀万人 其实呢 火把是虚张声势的手段 根本就没有什么援军 孙权顺风局也不行 逆风局更不行 连续被山贼和陈登教育 颜面尽失 孙权说他打仗不如自己 那绝不是谦虚 而是既现实 非常客观的评价 吴国泰非常担心 孙权年纪轻轻 缺乏经验 打仗又远不如他哥 郑权还能不能保住啊 就问张钊和董奇等人 董奇回答说 我们有长江之险 又对百姓施加恩德 文臣靠张钊 武将靠我 还有其他同事 地利人和都具备 江东铁定没问题 孙权刚刚上任 需要用战功树立威望 告诉陈民 他的能力是OK的 此时曹操正与袁绍 在黄河流域激战 原本归附孙策的 卢江太守 李树不安分了 他看不上孙权 屡屡招降那盼 有跳槽转头曹操之意 孙权勒令其交出叛逃人员 李树坚决不从 说他们之所以背叛 是因为你孙权无德 这相当于撞枪口上了 孙权派兵讨伐李树 李树紧闭城门监守 向曹操求救 在大决战的危难关头 曹操哪有兵力难过 最终李树粮草耗尽 身手易处 孙权直接屠城 双手沾满了百姓的鲜血 他才十八岁 就这样的残忍狠毒 当上主公后 从建安八年到建安十三年 孙权三次讨伐黄族 第一次打败了他的水军 但没有攻入城池 第二次掳掠了一些人口 第三次终于杀掉了黄族 屠城掠夺男女数万 在此期间 曹操顺利平定北方 地盘大增 与之相比 东吴开疆拓土的效果并不显著 主要还是实力有限 赤壁之战后 孙权趁曹军新办 决定挥师北上 扩大战果 他命令张昭率军攻打九江当图 自己亲领大军围攻合肥 第一次合肥之战 孙权猛攻了一个多月 眼看就要成功了 突然抓获曹军信使 缴获重要情报 大意是敌将张启 率四万援军即将到达 吓得孙权赶紧放火撤退 实际上 张启只有千名骑兵 加上汝南的地方部队 半路上还感染了瘟疫 是蒋记散布虚假消息 故意让吴军知道 以为大量援军即将抵达战场 孙权相当于被忽悠了 缺乏正确分析 敌情的能力 另一边张昭打得也不顺利 所以此次出征未能实现既定目标 周瑜去世后 孙权在如虚物挡住了曹操南下的军队 此诈 他的表现可圈可点 曹军先使用游船为交通工具 趁着夜色摆渡了几千军队 抵达江心的小周 准备作为进攻的跳板 孙权立即安排东吴水军围剿 将周上的曹军悉数歼灭 随后他又主演了现实版的草船借鉴 乘坐船只近距离侦查敌军营寨 曹操扶起胆子 又见其军容整肃 感慨道 生子当如孙中谋 这样的称呼是合理的 曹操比孙权大26岁 给他当把完全说得过去 甘宁百齐节曹营也发生在此战中 值得被大输特输 曹军无法突破吴军的防线 只好撤军北返 如须之战 孙权准备充分 取得了顺利抵御曹军的战果 是他军事生涯中比较拿得出手的业绩 四年五月 孙权又带兵攻破晚城 抓获卢江太守朱光 以及男女数万口 再创佳绩 然而高兴的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孙权不堪回首的伤心往事 第二次合肥之战 张辽、李典、岳晋、薛涕四人 率领七千士兵驻防合肥 孙权率领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来 志在必得 双方兵力差距大 吴军是对方的十四五倍 曹操早就料到孙权会打合肥 事先留下韩剑 大意是孙权那小子来了 张辽 李典出战 跃进守城 曹操身知兵力悬殊 如果只是防守 必败无疑 让张辽主动进攻 出其不意 也许还有胜算 第二天 张辽就带着八百名赶死队冲锋 骁勇无比 接连斩首两名敌将 杀数十名士兵 竟然打到了孙权麾下 没想到张辽如此厉害 孙权大惊失色 连忙跑到一处高地 让军事拿着长脊保护主帅 张辽就大喊 让孙权下来和自己单挑 孙权哪有这本事 自然不敢 渐渐的 他发现张辽兵力不多 立即安排吴军包围 想把赶死队全歼了 张辽左冲右突 轻松打破包围 正要回城 没有突围的士兵大喊 将军不要我们了吗 张辽又杀回去 把剩下的人也救出来 简直是吊打 面对八百人的小部队 吴军束手无策 孙权颜面尽失 从此士气一落千丈 他们有气无力的攻打城池 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加之疾病流行 只好撤军 回家路上 孙权依然高度自信 亲自断后遭遇张辽追杀 幸亏奇数过人 方逃过一劫 在审问俘虏时 张辽得知差点干掉孙权 懊恼不已 悔恨自己没有加把劲 和大功擦肩而过 十万人打七千 连败两阵 一国之主差点丧命 这战绩实在是有些惨大 几年后 曹丕南征 带上了重病的张辽 孙权被吓得不行 告诫部下说 张辽虽病 不可当也 甚之 也许是合肥之战 给孙权留下了心理阴影 之后几年 孙权都没有再亲征过 此时刘备打败曹操 占领了汉中 关羽北伐相反 水烟弃军 威震滑下 吕蒙利用关羽傲娇的特点 白衣渡江 顺利夺取城池 擒杀关羽 陆逊也在遗陵火烧连营 将刘备打得黯然逃窜 为文帝在位期间 多次发动伐吾之战 都被孙权顺利防住 曹丕驾崩后 孙权看准时机 出兵攻打江夏 他的对手是文聘 在这里当了将近二十年太守 见孙权率领几万大军杀来 城防设施 又因为连日的大雨损坏 便心生一计 命令士兵 百姓都躲到城里藏起来 不要露面 自己也天天睡大觉 孙权果然中计 他认为文聘这样做 要么是有埋伏 要么是有救兵 如果下令攻城 肯定就上当了 于是传令撤军 文聘赶紧派兵追杀 有所斩获 孙权称帝后 听说魏国的蛮宠 为了限制东吴水军的优势 在离江较远的地方 修建了河肥新城 孙权决定御驾亲征 一探究竟 由于新城离水较远 路战非江东子弟所长 吴军二十多天不敢下船 孙权感觉很没面子 就这样回去 两手空空 对不起支出的军费 也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就命令士兵登岸炫耀武力 没想到满宠提前布置了伏兵 六千多人突然杀出 吴军措手不及 阵亡数百 有的人被逼到江里 活活淹死 就这样 孙权又打了败仗 第二年 孙权再度亲征 率领十万大军杀向合肥 满宠利用风势开展火攻 焚毁了吴军的工程器械 射杀了孙权弟弟的儿子孙太 魏冥帝曹锐也欲驾轻征 想要和孙权较量一番 惠惠当年爷爷的对手 等大部队距离前线 还有几百里的时候 孙权就因为战败撤军了 吃瓜群众期待的 吴魏皇帝对决 最终并没有上演 到此为止 孙权的军律生涯基本结束了 从十几岁一直打到了五十多岁 孙权指挥的防御战 几乎没有输过 由以如虚口之战 最具代表性 像赤壁之战 夷灵之战 都是由大都督负责的 也许他也明白 这些人比自己更胜任战役 总指挥的岗位 但孙权指挥的进攻战 总体来看 胜少败多 其中不乏耻辱时刻 特别是匡旗之战 四次合肥之战 江夏之战 对曹操的东线高级将领 轮流刷惊艳 刷人头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 孙权的军事指挥能力 有待提升 屡屡重计 固然是一方面 但两国实力的差距更为要害 以魏国的水平 完全可以同时应对 无数的联合进攻 孙权能够利用长江天险 还有出色的水军 守住基业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